第29章 四年后 春去秋来 四年已过 亘古便屹立在这边大地上的大岩山上 一棵棵粗壮的大树 杂乱的乱草荆棘 满地腐朽的枯败落叶 以及生活在这片大山内的无数野兽 和四年前一般没什么变化 现在已经是初下十分 大岩山山林内 渐渐有了一股湿热之气 没有一丝风 山林内湿热得让人憋闷 沙沙寂静的山林内 忽然响起微弱的树叶舞动的声音 声音越来越大 呼 一道人影在山林远处出现 大地微微一颤 人影已经穿过十数丈距离 这是一个紧紧穿着短裤 光脚 赤裸着上身的年轻人 最害人的是 这个年轻人 竟然举着比他整个人大上几号的可怕巨石 年轻人的双臂 粗壮得宛如普通少年的大腿 此刻 他双臂上的肌肉 仿佛根根钢筋 迸发出可怕的力气 将这一尊巨石稳稳举着 同时 年轻人那强有力的双腿 也粗得吓人 每一腿灯榻 都有着过万斤的可怕力气 双腿践踏着山林大地 引起大地震战 就这么飞奔在山林间 或是踩碎枯枝 或是越过地面上的枯木 高举着如此一尊巨石的年轻人 却灵活如猿猴 赤脚轻易地不断飞奔 许久后 呼 宛如史前怪兽的年轻人 终于停下步伐 将这巨石朝身旁猛地一扔 哄 这尊巨石 划过一道弧线 轰然砸在一旁 旁边的树枝乱草 被砸断砸到一片 也将地面砸出一个大坑 诡异的是 年轻人那根根肌肉凸显 粗壮惊人的双臂和双腿 竟然发生了变化 他的双臂 双腿粗壮程度缩小了 缩小至一般身体强壮人的程度 并不像刚才那般猙獰 连凸显的肌肉也潜伏起来 单单从表面观看 根本无法察觉 这双臂双腿皮肤下 潜伏着令人心颤的肌肉 长跑一个时辰 结束 腾青山仰头 看着双头山 四年如一日 这四年来 腾青山每天都挑战着自己的极限 同时以宗师境界 对身体每一处的清晰感知 腾青山也从来没有超越过身体承受范围 造成身体损伤 长跑 是腾青山每天必做的 耐力是身体素质非常重要的一方面 其次 在山林间长跑 也可以锻炼灵活性 人身体的肌肉 实在太多太多 如果单靠器材训练 根本不可能训练到每一块肌肉 甚至于强化部分肌肉 会压制住其他肌肉发展 这都是要不得的 灵活性 速度 是腾青山极为看重的 刚才那一块巨石 足有万斤重 在前世 达到宗师境界的腾青山 才能举起 可是现在 举着万斤巨石 腾青山还能在山林间长跑一个时辰 那他的耐力 恐怕就是在千军万马中站上一天一夜 都不会有事 而且 举着万斤巨石 还能如猿猴一般灵活 如果抛弃了巨石 他的灵活性 速度 可想而知 呼 腾青山朝上方跃起 一跃便是树丈高 而后双手石而攀爬 双脚接连灯榻 整个人飞窜一样 急速朝双头山的山顶窜去 族内的猎人 要登上双头山 是要沿着小路 环绕着山体走 要好久 可腾青山 仅仅片刻 便到了山顶 这山顶上 有大量的乱石 腾青山猛地一甩臂 抽向一块足有树人高的巨石上 在靠近巨石的一瞬间 腾青山的手臂速度优得激增 手臂上那根根宛如牛津般的肌肉凸显 啪 手臂抽在巨石上 宛如鞭子抽击在巨石上 顿时 这块毅力在山顶 不知道多少年的巨石上出现了裂痕 啪 啪 啪 腾青山步伐灵活 绕着这块巨石不断灵活移动着 同时双臂接连抽打在这巨石上 每一次抽打 都令巨石出现大的裂痕 不知道抽打了多少次 啪 啪 声音变了 因为腾青山现在用腿攻击了 腾青山时而鞭腿 时而一记扫腿 腿影接连落在这块巨石上 每一下都令巨石震战 出现倒倒深深的裂痕 大量的碎石掉落 腾青山突然爆喝一声 右手拳头猛地砸在巨石中央 轰的一声 拳头落出 立即出现大量军裂的裂痕 同时右拳成长 贴着这巨石表面 左拳一记重拳 砸在右拳掌心 带起一股震静 传递入巨石内部 另满是裂痕 碎石滚落的巨石轰然一声 完全倒塌 哗啦 大量的碎石块 四处滚落 拳脚打碎石头 对如今的腾青山而言 已经没难度了 而毁掉一尊足有数人高的巨石 恐怕就是上百人 抡起大铁锤筐砸巨石 恐怕破坏速度 都没有腾青山的速度快 单论破坏力 腾青山拳脚的破坏力 早超过大铁锤 也该休息一下了 腾青山笑着 直接从山顶朝山吓一跳 整个人急速从高空落下 啪 啪 在落下过程中 腾青山时而用双手拍击一下山石 时而用脚点一下 使得下落的速度在承受范围内 这种下山速度实在太快了 腾青山忽然一蹬山壁 整个人犹如一条鱼儿 猛地跃起 窜向下方半山腰处的水面 砰 得一声 腾青山入水 水花四溅 而后腾青山便浮在这湖面 啊 好舒服 刺骨的寒冷 令腾青山全身肌肉猛的一颤 整个人舒爽地躺在湖面上 竟然不沉 在大岩山苦练 这碧寒潭 就是腾青山一个临时住处 它的包裹和衣裤 都是放在碧寒潭一旁 毕竟苦练的时候 穿着衣裤 以腾青山训练强度 恐怕每天都要换一套新衣服 没办法 腾青山才只穿短裤 这碧寒潭真是奇特 腾青山看着这潭水 感叹一声 密度竟然比人体密度还要高一点 在这水面上 人还不沉 就好像我前世世界的死海一样 碧寒潭的潭水 的确奇特 人在其中而自然浮起 潭水密度明显比人体密度大 其次 常年保持极低温度 以腾青山前世的经验 这差不多达到零下五六十度了 在碧寒潭周围都起冰霜了 特别现在刚进入夏天 大岩山其他地方还湿热 可是这却冷到极致 令寒潭周围自然起了一阵阵雾气 如此低温 潭水还不结冰 更让人嘖嘖称叹 一般训练时候 全身会躺汗 很热 在那种身体很热的情况下 直接跳入零下五六十度的寒潭 即使是腾青山 也是前年 才敢这么做的 毕竟这种极热 极冷的刺激 一般人会瞬间全身抽筋 心脏等不堪压力 当场暴毙 腾青山十岁的时候 身体素质已经极好 又有内经护体 如果那时候 从锻炼的满身热汗 一下子突然跳入寒潭 虽然不至于暴毙 可是抽筋 身体受到影响 还是会的 这种热冷刺激 也刺激我身体皮肤 肌肉细微深处 加速我身体提高速度 腾青山躺在寒潭水面中 那零下数十度的低温 他根本不需用内静 单单肌肉皮肤 就能轻易抵抗这等低温 不过 现在明显过了最佳阶段 身体提高速度 已经急剧减缓 进行最强计划 已经四年 差不多可以说 最强计划已经结束 因为人体的生理发育期 最初的三年左右 是进步最惊人的三年 往后 虽然还会持续发育完善 可是无论涨高速度 还是其他 都会开始锐减 不过这四年的进步幅度 比我预料的还高一些 滕青山回忆这四年的进步 心中满是喜悦 四年的苦修 成果也是惊人的 如今的滕青山身体素质 比前世达到宗师境界 都要强上太多 现在的他 沙皮尸奴 师婆二人 估计只需要两招 他的身体 堪称是钢筋铁骨 力大无穷 可以说是一个人形怪兽 即使是前世的子弹 都休想破开皮肤 力举数万斤的巨石 都非难事 当然 举着数万斤的巨石 滕青山也就举步维艰了 所以他长跑训练 才选用万斤巨石 他的拳脚硬于钢铁 前世 滕青山的双手 都能和碎体肌 多尔哥特罗夫的 金属拳套正面抗衡 而现在 他的拳脚更加灵力 放到前世去 现在的滕青山 绝对是无敌的存在 在这九州大地上呢 滕青山这人形怪兽 又算什么层次呢 生活在这天地灵气 充裕的世界 成就果然比前世高太多 我现在的经脉 也只剩下脸上的 细微经脉没有打通 滕青山暗自念叨 这四年 滕青山几乎所有精力 都放在身体提高中 经脉打通速度 也就放缓了 等经脉打通了 我就能修炼 虎形通神术 再一次提高身体 在前世 虎形通神术 短时间内 就提高我身体素质 近一倍 不知道 在这天地灵气 充裕的世界 虎形通神术 效果会达到什么程度 虽然现在 滕青山提高速度 已经锐减 可是 它还有 虎形通神术 全身经脉 进阶通畅 方能修习的 虎形通神术 第三十章 铁山帮 痴痴 寒气 弥漫在碧寒潭周围 碧寒潭水面上 浮着的人影 在迷蒙的寒气中 也显得模糊 这碧寒潭的潭水 看不到源头 看似是个死水潭 可潭水却一点不发愁 而且常年水位不降低 用木杆朝潭底戳 根本戳不到底 滕青山思寸着 嗯 自上次我探查 这碧寒潭潭底 也有近一个月时间了 滕青山全身运进 整个人就站在潭水中 潭水浸没到 滕青山的胸口 我比一个月前 实力也提高了不少 再尝试一次 看能不能触及潭底 这几年来 好奇碧寒潭 为何这般神奇的滕青山 会经常一口气 朝潭底探寻一番 可没有一次 能真正抵达潭底 哗啦 游到潭边 滕青山双手抱住 一块过百斤重的石头 深吸一口气 顿时 整个人朝潭底下沉了 其实 以滕青山 对肌肉筋骨力量的控制 如果是在普通式河水中 只要控制好尽力 就能轻易坠入水底 不过 这碧寒潭的潭水 比平常的河水 密度要高很多 要进入潭底 有两个办法 一个是抱着石头 铁块等重物 或者使用内净 才能下压坠入 滕青山当然不会有 简单方法不用 而去浪费内净 抱着一块大石头 滕青山不断下坠 碧寒潭水内没有杂草 也没有生物 一片寂静 随着下沉 滕青山清晰感觉到 水温在急剧下降 愈来愈冰冷 不过一开始 滕青山单靠身体的强横 还能抵御 这碧寒潭的水面 也就七八米宽 十几米长 可是深度 却是这般惊人 滕青山抱着石头 不断下沉 碧寒潭是处于双头山半山腰 现在已经下沉了过百米 应该是在双头山的山腹深处了 双头山 仅仅是大岩山上的一个小山头 高度也就三四百米 还真冷 滕青山肌肉微微一颤 此刻水温已经冰寒到 犹如一根根尖针 刺着滕青山皮肤每一处 渗透到骨子里 这块凸起的石头我记得 这次 我比上次多前了四米 才使用内镜 体内雄浑的内镜 已经迅速地在体内窜动 抵御极寒 这碧寒潭 越是往下 就越是宽广 现在已经足有数十米长宽了 可是滕青山 依旧没发现潭底 现在 已经越过双头山的山脚了 滕青山估摸着深度 这里 还真是够暗的 以滕青山的墓里 也只是能够辨别五六米之内 可想而知 这寒潭深处 已经黑到何等程度 可是 此刻依旧没有触及潭底 其实在水底憋气 以滕青山的实力 憋上一两个时辰 都不是难事 作为那家拳墙者 对五脏六腑的锻炼 是重中之重 强大的肺部 令他能在水底 坚持很久 这是一个方面原因 单单肺活量 还不至于能在水底 坚持一两个时辰 最重要的原因是 滕青山的主要经脉 包括连接皮肤毛孔的 各个脂脉 几乎都是通畅的 以滕青山 对身体气血的控制 完全能透过毛孔 吸收水中的氧气 以补充消耗 当然 这种补充速度 是鼻口鼻呼吸 要慢得多 只是能维持 低水平消耗 不能有太激烈的动作 一旦在水底激战 以滕青山 强大的脏腹 估计坚持片刻 也要到水上换气 越来越冷啊 滕青山感到 被筋膜皮肤包裹着的骨头 都被一阵阵寒冷刺激 如此低温 滕青山使用内静 也有些撑不住了 不能再下去了 滕青山手中一松 石头朝水底坠去 而他整个人 却是受到浮力作用 朝上方浮起 滑 滕青山从水面冒出头 这水面处的潭水 我竟然感到暖和 哈哈 滕青山笑了起来 与碧寒潭深处相比 寒潭表面的 水的确算得上是暖和 滕青山也明白 这是人体的错觉 就好比自来水 在冬天的时候 有时候感觉自来水很暖和 而在夏天 却感觉自来水很冰凉 一个道理 潭底潭水 可以算是极寒 感受过极寒 在感受这水面的潭水 感到暖和也不奇怪 深入两三百米 那水压也还真大 滕青山深吸一口气 脏腑才好点 一般正常人能潜水十米 就感到压力太大受不了 滕青山记得 在前世 世界徒手潜水记录 大概是一百多米 那都是经过长久锻炼的人 才能达到那等水准 潜世 就是拥有内静的那家全宗师 一般潜水到两百多米 也受不了了 而这碧寒潭的潭水密度 比平常水要大得多 虽然滕青山这次 只是潜水两三百米 却相当于普通水中 潜入近四百米 如此水压 就是以滕青山强悍的身体 也感到难受 胸口鳖们 需要借助内静 卸去压力 每一个月渗入潭底 全身筋骨 乃至五脏六腑 都受到极寒刺激 也对强化筋骨 脏腑有帮助 滕青山这几年来 也发现了这么一个规律 每次身前 以后训练过程中 五脏六腑 就会变得更加强大 就好像肌肉受到刺激 会增强一样 脏腑受到这种刺激 也会有所提升 只是 这种极限刺激 滕青山也不敢经常做 一个月左右才做一次 上岸 滕青山离开寒潭 用包裹内的毛巾 擦洗了一下身体 而后穿上衣服 长裤 又取出拆卸成两截的长枪 合并成一杆 这一杆冰铁长枪 已经不是四年前那杆了 因为如今滕青山身高高多了 所以 换了一杆九尺长的冰铁长枪 重量也达到六十八斤 呼 呼 滕青山在这寒潭边上 开始练习起枪法来 天渐渐暗了下来 滕家庄外面耕作的族人们 也都归来了 最热闹的练武场上聚集了不少人 一片喧闹声 蓝姐 你家青山回来了 练武场上 一名妇女的声音响起 正在练武场的母亲 袁兰连转头看去 只见穿着不衣长裤的滕青山 背负着包裹 从滕家庄正门旁的侧门走了进来 同时还笑着 和周围的族人打招呼 穿上衣服的滕青山 显得很清秀 特别因为修炼内家全的缘故 她身上没有一丝疤痕 虽然五官不是太俊美 可也算上清秀 就这么看起来清秀的年轻人 谁也想不到 她拥有着令人惊颤的可怕力量 娘 滕青山老远就喊到了 就等你回家吃饭了 袁兰看着自己儿子 笑得眼睛都眯了起来 在袁兰的身侧 还有着身高近六尺的可爱少女 这是滕青山年仅十一岁的妹妹滕青女 女孩一般发育比男孩早 滕青山家的生活条件又好 滕青鱼早就开始长身体了 哥 我肚子都饿得叫了 滕青鱼故意喊道 好 回去吃完饭 滕青山宠溺地走过去 一摸自己妹妹小脑袋 滕青鱼也是嬉嬉一笑 她习惯滕青山这种宠溺动作了 青山 回来了 哈哈 青山 明天别忘记 要进山打猎的 练武场上 不少人热情地和滕青山打招呼 这四年来 滕青山在滕家庄的地位越来越高 在两年前的年纪上 滕青山就曾经一次性举起两千斤的巨石 让族人们惊叹不已 大家都在猜测 现在的滕青山 估计能举起三四千斤的巨石吧 毕竟 对添朴的族人而言 能举起三四千斤 已经够可怕的了 对滕青山而言 没有必要 他不会暴露所有实力 而且 就在去年年纪 休息虎权的表哥滕青虎 也举起了两千斤巨石 成为族内 力量仅次于滕青山的男人 滕青山家的木桌上 一家四口正为在一起吃晚饭 因为滕青山每天晚上才回家 所以 滕青山家里 一天三餐中 晚饭是最丰盛的 青山 吃 原来关心地夹起一块鸡大腿肉 放在滕青山碗里 又加了一块鸡翅膀 给女儿清语 谢娘 滕青山笑道 前世没感觉到父爱母爱 而今世 感受到了 滕青山很满足 青山 你听说了吗 现在 我们移成出了一个特厉害的帮派啊 成熟稳重的父亲 滕永凡开口说道 滕永凡 早就将滕青山 当成成年人一样 看待了 在宗族内 滕青山说话 也是很有用的 爹 你是说铁山帮 滕青山皱眉道 昨天打猎的时候 我也听其他人提到过 嗯 滕永凡有些忧虑 这铁山帮气焰非常嚣张 都不将白马帮放在眼里 短短半年功夫 已经成为整个移成境内 第二大帮派 据说 核心帮众也有三千人之多 为首的三位当家 个个都是厉害高手 仅仅半年就扩充到这么大 那铁山帮是急需银子 移成境内许多庄子 都受到他们的威胁 滕青山微微点头 白马帮收年前 那是为了维持白马帮的正常消耗 而这铁山帮 急剧发展 当然要更多银子 据说他们银子收的很多 我今天刚得到消息 昨天三十里外的黑木庄 因为这铁山帮索要银子太多 缴纳不起 就聚焦 谁想 这铁山帮将整个黑木庄 一千余人 全部涂入个干干净净 什么 涂装 滕青山再冷静 也为这消息震惊了 第三十一章 赤铜锤 这个世道虽然很乱 可涂装这种天怒人怨的事情 在移成境内 已经很久没发生过了 旁边的母亲原来惊呼道 凡哥 那铁山帮就这么疯狂 难道他们不知道 这么做 会引起移成多少庄子的愤怒吗 还有 黑木庄 我们族内 有好几个娶来的姑娘 就是黑木庄的吧 嗯 所以 族里现在也闹腾得很 滕永凡皱眉道 可是 我们又能有什么办法 这铁山帮 太过残暴 滕青山心中也起了火气 涂装 实在太灭绝人性了 滕永凡说道 没办法 据我们所知 那铁山帮的三位当家 都是曾经在九州大地上闯荡的 颇有凶名的内境强者 一个个狠辣得很 估计 涂入黑木庄 也是给其他庄子看的 这是杀鸡锦猴 滕青山点点头 单纯为了一个庄子的银子 没必要涂庄 显然是为了震慑其他庄子 爹 娘 看 那个帮派 会来我们这吗 清语有些担心地说道 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 滕永凡担忧道 这铁山帮 很可能就会来到我们滕家庄 准确说 是一定会来 他们一定会来收银子 问题是 什么时候来 这一点不能不做防备 滕青山点点头 这关系到宗族生存 不能大意 略微思索 滕青山便道 爹 我看这样 从明天起 猎人队出去 就由青虎带领 以青虎如今实力 在大山里 也没什么问题了 而我 这段时间也不进山苦练了 就待在庄子里 以防万一 滕永凡点头 我也是这样想的 但是这只是一个方面 还有其他许多事情都要改变 比如族内练习虎拳的 现在都应该转移到练武场上 随时可以抵挡 可能出现的敌人 平常练习虎拳 都是在那树林 可从树林跑到练武场 也要一点时间 如果那铁山帮要求的银子不高 我们退一步 也没事 如果要价真的太高 没办法 我们只能选择抵抗 滕永凡说道 嗯 滕青山早就做了决定 如果真的出现危机 到时候 不必隐藏实力 直接大开杀戒 对滕青山而言 这一辈子最珍贵的亲人 爹 娘 妹妹 还有很多照顾他的长辈 都是在宗族内 宗族 是他的根 也是他亲人们的根 他誓死 也会保护好滕家庄 事情还没坏到那个地步 滕永凡也感觉话题沉重 笑道 我们滕家庄 比黑木庄要强得多 那铁山帮 也会知道选择的 滕家庄 的确比黑木庄强得多 这四年来 单单练出内境的族人 就足有三十多个 当然 曾练习虎拳的族人 已经有数百人 却只有三十几个练出内境 比例的确低 可练出内境的族人 拥有的破坏力 每一个都非常惊人 铁山帮如果认为 我们像黑木庄一样好欺负 那就错了 滕青山笑着说道 心底却是杀鸡潜伏 到了关键时刻 滕青山从来不会手软 黑木庄被涂装的事情 传得很快 整个滕家庄的族人们 很快都知道了 滕家庄也变得风声鹤唳 族内的好汉们 一个个训练 都是待在练武场 就是不在练武场 也是在家中 很少有离开庄子的 唯有猎人队的三十几人 偶尔会出去打练 而族内第一高手滕青山 也是留在庄内 不在静山 整个滕家庄 都做好了迎敌准备 在这个世道混乱的年代 想要保护好宗族 只能靠自己 练武场上 一片喧闹 哼 啊 一个个族人们 或是在练习枪法 或是在练习虎拳 还有族人们在提示所 滚铁球 提水桶来打凹力气 各种民间流传的训练方式 虽然简单 可也很有效果 在感到危机的情况下 族人们训练更加刻苦 妇女们 则是做耕作 洗衣 做饭 照顾孩子 等众多琐事 强壮的男人们 只需要苦练 只有弱小的男人 才会和妇女一样 去忙琐事 二娘 你别哭了 三个妇女边洗衣服 边在一起说着 其中一个妇女 眼睛发红 我弟弟被杀了 被那挨千刀的铁衫 帮给杀了 那妇女说着 泪水不由往下流 我弟弟最听话了 小时候 喜欢跟我睡 最喜欢吃我做的面饼 说着 还抽气着 可是 就这么死了呀 其他妇女 也被说得眼睛泛红 二娘 你娘家大理妆还好 只是死了几个人 铁山帮拿了银子 也就走了 那黑木妆 可是被涂妆的 我家男人三弟 她家的媳妇 她的爹娘 弟弟妹妹 可是全部死光了 唉 那些妇女们感叹着 还是嫁到我们滕家妆好 嗯 滕家妆 毕竟是方圆数十里内 出名的厉害妆子 我老家呢 我有个外甥女 叫方兰 长得很是标致 我也想 将她介绍给我们 滕家庄的汉子 这些妇女们 彼此谈论着 在这个时代 哪一个庄子强大 不受欺负 那这个庄子的男人们 也容易找到女人 毕竟 父母也要为孩子考虑 送到强大的庄子 吃好穿暖 不受欺负 这已经是梦想中的 好生活了 那个铁山帮 已经去了很多庄子里 不知道 啥时候会到我们这 别乌鸦嘴 那些挨千刀的 我一辈子不想看到他们来 就在议论声中 大地忽然震战起来 马蹄声 整个练武场上 几乎所有人都转头 看向庄子大门外 白马帮每年收年前 那马蹄声到来的动静 大家早已经熟悉 这大地震动 明显是马蹄声导致的 可是 这一次 来的不是白马帮 今天没有去打猎 而是在练武场上的 腾青虎一群人 脸色大变 这是一支骑兵队伍 单单眼睛一扫 竟然看不到 这马队的尽头 很显然 这支队伍 人马众多 是铁山帮 凄厉地喊声响起 哈哈 腾家庄的小子们 一声大笑声 宛如雷声轰隆 只见那密密麻麻 骑兵队伍最前面的一人 那是穿着背甲的 强壮光头壮汉 这光头坐下的骏马 全身赤红 高足有八尺 正是来自大荣州 价值千两白银的赤火马 在这赤火马马上 还搭着两柄巨大的 赤铜色大圆锤 锤子上 还有着一个个小尖锥 单单目测 这赤铜色大圆锤 每一个都有百斤重 这光头壮汉 猛地从赤火马上飞起 轻飘飘宛如鹅毛 同时 他双手 持起这两柄赤铜锤 两柄赤铜锤之间有着 足有一丈长的铁链连接 直见那光头壮汉大笑一声 猛地挥起左手的大铜锤 同时抱贺一声 开 大铁锤 宛如流星一样划过长空 产生一股可怕刺耳的空气锐笑声 轰然砸在 腾家庄的大门上 哄 整个大门阵战 而后 蓬的一声 猛地爆裂开来 碎裂的粗壮木头乱飞 随后光头壮汉收回铜锤 从空中落下 那赤火马 颇通人性 竟然跑过去 令光头壮汉 刚好又落在马上 怎么可能 腾青湖等人 倒吸一口凉气 木凳口呆 看着大门碎片 族内的大门 那是采用大岩山的一些坚硬的巨木建造而成 就是十几个壮汉 搬着木桩轰 都轰不开 当初扬州岩山麾下的那骑兵首领 是劈开铁门栓 适用的巧劲 可是这个光头壮汉 却直接轰门 要轰开大门 没有万斤力气 不可能 这是腾云龙当初说过的一句话 此刻 族人们完全被惊呆了 难道 这个光头壮汉 拥有着万斤距离 轰隆隆 大量的马贼 在这光头首领的带领下 仿佛一阵风一样 冲入练武场 滚开 马贼们大笑着 就用手中的砍刀 肆意朝练武场上的腾氏族人们劈去 第三十二章 大喝 飞刀 练武场上一片混乱 那些马贼 利用战马奔跑的速度 挥出一刀 一刀绝对有千斤之力 常人如何能抵挡 枪 一刀砍在长枪枪杆上 削断了枪杆 硬是在族人身上 划出一大伤口 血肉翻起 鲜血直流 二个 其他族人们 连将受伤族人一把拖到后面 同时刺出手中长枪 抵御那些灰刀的马贼 哈哈 马贼们狂笑着 呼 一名劈着铁甲 脑袋上抱着头巾的凶悍马贼 在战马上 猛的一挥大砍刀 居高临下 朝一名藤氏族人脑袋劈去 那民族人防御不及 眼看着就要被劈死 死吧 这马贼还争鸣大笑起来 就在这时候 秀 一柄冰铁枪破空而来 枪的一声挡住了这一刀 持着这一杆冰铁长枪的 正是藤家庄的枪法大师傅 滕永湘 滕永湘本是族内有数的好汉 练习虎拳四年后 体内也拥有了内劲 本身力气也大增 下来 滕永湘抱贺一声 只见那杆冰铁长枪 猛的一个抽打 直接压着那砍刀 抽打在马贼身上 发出砰的一声 马贼整个人抛飞起来 砸在旁边的一名马贼身上 滚落到地上 滤滤滤 整个马贼的人马终于停下了 而已经冲到最深处的马贼首领 那骑着赤火马的光头壮汉 猛地转头 钉向滕永湘 竟然大笑起来 哈哈 外面盛传 你们滕家庄的汉子勇武 果然有点实力 没让我失望啊 铁山帮出来征收钱财的策略很简单 冲上来先批几个人 管他是死是活 之后再要钱 铁山帮大当家王铁山 在老巢的时候 曾说过这样的话 我们是强盗 是土匪 因为那些平民害怕强盗 所以才会上脚年前 不害怕 不恐惧 他们为什么交钱 那白马帮机位太深 我们铁山帮处理 必须以狠拉手段 震慑宜成 以后才好办事 到那些庄子 不管其他 先批几个人 管他是死是活 那些平民心里自然害怕 害怕才会给钱 否则 他们还以为 我们脾气好 哼 至于那些刺头 给我除掉 敢于反抗的 给我杀掉 铁山帮 一共三位当家 其他两位当家 也非常赞同 他们大哥的话 三兄弟在九州大地上 闯荡数十年 早对这世道 有了自己的认识 要钱 得狠辣 二当家 二当家 那个小子实力不错 我来对付吧 交给我 我两招就解决他 在这马贼首领周围 有一群骑着青色棕毛战马的男人 这些男人们争先恐后地说道 这青色棕毛战马 正是青州的青棕马 也需要数百两银子 其他普通马贼坐下的马匹 毛发土黄 是扬州的本地马 只需要数十两银子 就能购买一匹 骑什么马 也能看出在马贼中的地位 大家都退后 滕永相连道 练武场上 族人连退到一起 举着长枪 小心戒备 这个时候 原本待在家里的族人们 已经有不少赶到练武场 作为一个 拥有两千多人口的大庄子 庄子还是很大的 滕青山 滕永凡等人 这时候也在赶来途中 三子 给你个机会 那个拿铁枪的 你去对付 马贼首领弹笑道 对方的刺头 必须除掉 是 二当家 在他身后 十八名骑着青棕马的男人中的 其中一个 持着一柄 只有两指宽的长刀 刀背也比较薄 看起来有点类似于剑 老家伙 受死吧 三子痴笑一声 滕永相 今年已经年过四十 呼 这个叫三子的马贼 手持着狭长长刀 身体一跃 竟然从马匹上跃起一丈多高 仿佛一只展翅飞翔的雄鹰 扑向滕永相 手中的长刀 也举起头顶 带着一股可怕的力道 凌空披下 滕永相冷劲力 紧握手中长枪 咻 滕永相眼睛暴睁 手中长枪 仿佛独容出洞 忧得刺出 那人在半空的年轻马贼 脸色微微一变 手中长刀速度激增 带着一抹幻影 竟然刚好劈在那冰铁长枪的枪头上 枪 枪 连续两声 冰铁长枪被劈得反震到一边去 哼 那年轻马贼冷笑一声 刀势一变 翻手就是一个直刺 刺向滕永相的胸口 永相 这时候刚从兵器铺赶到练武场的滕永凡 老远看到这一幕 便是脸色大变 可是他根本来不及救主了 就在这时候 住手 仿佛天空中一声雷响 这一声大喝甚至于令马匹吓得乱跳起来 令树名马贼吓得从马上掉下去 滚落到地上 同时 一股可怕的尖锐呼啸声响起 咻 动人心魄的可怕呼啸声 一柄穿透空间的飞刀 高手 那叫三子的马贼 脸色大变 飞刀速度之快 根本不容他躲避 破 一道寒光掠过 啊 叫三子的马贼 痛苦地喊叫一声 跌落到地上 他捂着胸口蜷缩在地上 鲜血不断渗出 在他的背部也同样有着一个血窟窿 刚才那柄飞刀从他前胸进 后胸出 直接射在滕家庄练武场远处的木栅栏上 高手 坐在赤火马上的首领 那名二当家转头看向飞刀袭来的方向 其他骑在轻踪马上的马贼好手 也都转头看去 只见一名穿着布衣 面容清秀的青年 手持一杆冰铁大枪 已经到了滕氏一族族人的最前面 好快的速度 那二当家心底一惊 别人辨别不出那声大鹤原处 可是他能辨别出来 刚才这布衣青年还在石树帐外 眨眼功夫 就到了这 这速度 可真是够快的 而且 内劲也极强 凭着那声大鹤 二当家已经认定 对方是个内劲高手 青山 青山 你来了 滕氏一族的男人们 一个个大喜 滕氰山点了点头 看向一旁滕永湘 大伯 没事吧 没事 不过青山 你小心点 这马贼中 高手不守 滕永湘压低声音 特别是那个骑着赤火马的首领 就是他 用那赤铜锤 一锤 一锤就轰掉我们滕家庄的大门 绝对有万斤距离 是个一流舞者 拥有万斤武力 才是一等舞者 放心 大伯 这里交丢啊 滕青山说到 同时滕青山也松了一口气 之前 他是在自家庭院里面练习行义三体式 感觉到那马蹄声就立即冲过来 不过 马贼从轰破正门 冲进来批人 倒对滕永湘出手 时间太短 滕青山家 距离练武场 也要好一会儿 毕竟 这是一个拥有两千多人的大庄子 幸好 滕青山速度极快 总算在最后一刻赶上了 见过各位铁山帮的各位好汉 滕青山一拱手 目光如刀 扫过铁山帮的一群马贼 刚才因为一声大喝 就吓得不少马贼掉下马来 显然 不少马贼对着滕青山 还是有些忌惮的 哈哈 好一条汉子 那儿当家大声赞道 没想到滕家庄有如此好汉 佩服 一锤破我滕家庄大门 铁山帮的好汉 我也是佩服得很 滕青山朗生说道 在说话的这一会儿 在家里的男人们 一个个也接连赶到了练武场 那滕云龙也到了 不过滕云龙没有开口 不过 伤我铁山帮的人 我也得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你有两条路 一 赔一万两银子 二 我手下有十三个小家伙 他们出手 如果你能活着 那这事情也就这么算了 这马贼首领 居高临下 说道 这儿当家也清楚 如果今天不压下滕青山 恐怕从滕家庄 这拿不到多少银子 哦 那我就试试铁山帮的好汉 有什么手段 滕青山轻笑道 很好 有胆色 这马贼首领一挥手 让开一个圈子 兄弟们见识见识 这滕家庄的汉子 有什么本事 马贼们立即让开一个大圈 青山 滕云龙 滕永凡等几个人都在一旁 担心地说道 青山 抵挡不住 我们就给点银子 算了 滕云龙压低声音小声道 在旁边的母亲袁兰 也是担忧地看着自己儿子 放心 外公 滕青山轻松一笑 笑容似乎感染了周围 滕云龙等人 既然人家铁山帮首领 要让我指点指点 他手下的十三个小家伙 我也不能不给面子 就帮他 指点指点手下吧 滕青山故意让那些马贼 都听到他的话 哼 说大话 不怕闪掉了舌头 一声怒吓 那十三名骑在青松马上的男人 一个个都跃起 滑 滑 滑 在半空中 这十三名男子 就从背上拔出了一笔利剑 有本事 过来与我们一战 那十三名青年 进阶持着长剑 一般在大量人马 厮杀中 砍刀比较有优势 而在单打独斗中 用长剑 则比较有优势 这些青年都背着长剑 很显然 在剑上 都静音了很久 马贼围成那么一个大圈 一旦青山 他进入圈中 如果马贼不守信誉 一群马贼围攻 那可就危险了 滕青虎压低声音 有些担心地说道 青山 青山哥 不少族人们 都担心地看向 滕青山 滕青山只是一笑 便手迟疑赶长枪 直接走向 马贼中央的空旷圈子内 独自一人 面对诸多马贼 而那十三名 持剑男子 已经包围了滕青山 为首的 一人吃笑道 我们给你机会先出手 否则 你就没机会出手了 信不信 我一刀射穿你的喉咙 滕青山笑 看向那持剑男子 那持剑男子 脸色微微一变 滕青山的飞刀 这些人刚才可都看到了 各位师弟 动手 那为首一人抱贺道 第三十三章 一条活路 滕青山阅读过 万象门编写的 地榜 对天下高手也有所了解 在九州大地上 像白马帮红四爷 是属于后天顶峰中 极为厉害的高手 他成立白马帮 麾下肯定也有一群 有内进的高手 这铁山帮 竟然敢跟白马帮抗衡 也有一些内进高手 不过 马贼毕竟是马贼 吸引不到真正的强者 这些 恐怕都是在各自宗派不得志 才出来加入强盗土匪的内进高手 滕青山很清楚自己的实力 如今的自己 比前世巅峰状态 还要强得多 这些人的剑 恐怕就是 刺到自己身上 都破不开皮肤肌肉 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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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三把利剑带着道道寒光 刺向处于正中央的滕青山 滕青山手中长枪陡然舞动 仿佛一阵旋风席卷过周围 竟然一瞬间同时抵挡住所有的利剑 好枪法 观看这一幕的铁山帮二当家 眼睛一亮 不过 这枪法 我过去竟然从没见过 到底是哪一宗派的枪法 这二当家 不可谓不见多识广 许多宗门的枪法路数 他都见到过 可却看不穿滕青山这枪法 滕氏一族的族人们 都揪着心看着这一幕 在他们眼中 那十三名男子的长剑 仿佛急语一样接连不停 他们唯恐滕青山漫上一丝 被刺到 青山 母亲袁岚紧张得很 娘 哥他最厉害的 旁边的清宇 却是很相信他的哥哥 不但滕氏一族人关心 那铁山帮的马贼们 也很重视这一场厮杀 如果他们输了 那可是很丢面子的事 滕青山和十三剑手 彼此厮杀许久 骑在赤火马上的二当家 脸色一沉 喝到 快点解决 厮杀上这么久 还没伤到滕青山 这令二当家有些不满 滕青山其实一直在观察 对方剑法 毕竟来到这个世上 他还没有真正和那家高手交过手 这剑法道也是不凡 一招一式如行云流水 彼此相互连接 特别灌输内境后 威力也真够大 不过很明显 这些剑手 都还处于行的阶段 没琢磨到剑法之意语 滕青山的枪法 看似复杂 实际上 从头到尾 他施展的都是同一招 混云仪器枪法 滕青山练枪 是练的意 意 完全对了 那随意的招式 都含有莫大威力 也就这么些剑招 创造这剑阵的人 很适了得 可这些人使用起来 威力也就一般般 滕青山心中暗道 乱剑士 持剑十三人中 为首一人喝道 顿时 十三丙利剑的剑影 密集地宛如十三朵 银色花朵 覆盖向滕青山 处于剑阵中央的滕青山 猛地嗤喝一声 撒手 十三名剑手 只感觉到滕青山手中 那杆长枪蕴含的力量 一下子大到不可思议的地步 仿佛巨石砸在他们的长剑上一般 只听得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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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阵乱想 十三丙长剑都跌落到地上 怎么会 十三名剑手 惊恐地看着中央的滕青山 他们的右手颤抖着 虎口都撕裂开 鲜血直流 寂静 练武场上众多马贼都惊呆了 铁山帮内能骑轻踪马的 几乎都是内境高手 十三名高手联手 竟然被击败 这太不可思议了 滕青山则是大步走向自己族人 那些马贼们畏惧地连让开一条路 让滕青山回到族人群中 好 打得好 滕家庄的一群族人们却是欢腾了起来 一个个激动得很 青山 做得好 外公滕云龙也是拍了拍滕青山的肩膀 滕青山笑笑 随后转头看向后面的族人 微微一伸手下压 滕家庄的族人们就安静了下来 二当家 那十三名剑手都惭愧低声地走到二当家一旁 二当家脸色难看 低喝一声 还不上马 在这丢人现眼吗 那十三名剑手立即退到旁边去 而二当家看向滕青山 却是大笑起来 好 好 好枪法 那你伤我手下的事情 也就做吧 二当家骑在赤火马上 居高临下笑着道 你们滕家庄 交给我们铁山帮一笔年前 那我们就立即走人 年前 滕青山道 敢问二当家 这年前多少 也是听那十三剑手称呼二当家 滕青山才知道 这来人是铁山帮三位当家中的二当家 传说 铁山帮三位当家 实力最强的是大当家 一人二两银子 这二当家朗声道 二两银子 这 这不是吃人吗 怎么这么高 不让我们活了呀 滕家庄的族人们 一片喧哗声 连滕云龙 滕永帆等人 也都是脸色大变 一人二两银子 这年前比例实在太夸张 须知 白马帮也就收一人半两银子 二当家 滕青山脸色不太好看 一人二两银子 是不是太高了 高吗 你们滕家庄 是周围有名的富裕庄子 你们一个庄子 应该有两千多人吧 不过 我也就按照两千人算 一人二两银子 让你们拿出四千两银子 应该不是难事吧 二当家冷笑道 那大理庄等 一些穷庄子 我们可都是收二两银子一人的 今天 我是给小兄弟你面子 才只收你们二两银子一人 滕青山终于明白 为什么黑木庄会聚焦导致涂庄了 因为 这铁山帮太贪婪了 要知道 滕家庄宗族库房 余前估计也就近两万两左右 当然还有雪雕皮 和狼王皮 可如果不是滕青山 那就没有雪雕皮 狼王皮 甚至于连扬州 延商那一笔生意 估计也会被吞没掉一万两银子 滕家庄族人生活条件不错 平常消耗大 导致族内余钱并不多 一次性就收四千两银子 收几年 滕家庄就要勒紧腰带省钱了 以后肉也不敢吃了 打猎的肉都要拿去卖钱 也不敢买布皮做新衣服了 要省钱了 二当家 滕青山朗声道 你也应该知道 我们山民一年 也就赚那么一点银子 一户人家 一年收入 也就十几两银子 已经很好了 可是正常吃喝 要花去一半 而一户人家 一般有四五口 你铁山帮一人 就收二两银子 那一户人家 你可就是收到近十两银子 白马帮在收年前 我们还剩多少点 二当家 你让我们族人怎么活 滕青山 士族内猎人队首领 族内给予的月缝 是十两银子 一年就是一百二十两 这是整个庄子最高的 猎人队首领 枪法大师傅 第一打铁匠 三人是月缝最高的 而一般族内壮汉 月缝也就一两银子 一年十二两 这在平民中 算是不错的了 而一户人家中 一个壮汉要养女人 孩子 老人 女人种田 除了公家里吃 也就能分到两三两银子罢了 一户人家 一年收入并不高 过去 单单缴纳白马帮的钱 滕家庄的族人们 还能过好日子 可如果缴纳铁山帮的高额年前 那以后 可真的吃喝都成问题了 别在这废话 高坐在马上的二当家 脸色一沉 那大礼庄 一人二两银子 都交得起 你们就交不起 青山 藤云龙拉了拉藤青山的手臂 靠近藤青山 压低声音小声道 这个二当家实力太强 一锤 就轰掉了我们庄子的大门 绝对有万斤力气 不好惹 四千两银子 我们暂且忍忍 先交掉 白马帮和铁山帮 肯定有一天会分出胜负的 这位老爷子说的对 那二当家大笑道 我们铁山帮和白马帮定会分出个上下 到时候 等到白马帮完蛋了 我们铁山帮也会降低年前的 我们也懂得细水长流吗 藤云龙脸色一变 他压低声音 原以为那二当家听不见 没想到 对方听得一清二楚 等白马帮完蛋 再降低年前 藤云山心底一阵怒火 两大帮派要分出胜负 谁知道要多久 过去历史上 帮派竞争十数年 并非没有过 二当家 这一次 我们能忍 能凑凑 凑出这么一笔银子 可下一次 我们装子怎么办 藤云山体内内静忧地 从双腿冲入大地中 朝马贼方向迸发 顿时 地面剧烈震战起来 轰隆隆 从藤云山脚下 地面均裂开 朝马贼方向延伸 令那些战马精的蹦跳起来 绿绿战马乱冲 不少马贼被摔下马去 马贼群中一片慌乱 而那二当家 却是脸色微微一变 按道 这小子 好强的内静 练武场上的弯曲的军裂痕迹 显得很是猙獰 藤青山盯着这二当家 目光锐利 声音低沉 二当家 还希望你能给我们 藤家装一条活路 优优独播剧场——